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国、日本、澳洲 还有印度四个国家的四方安全对话 那么在马拉巴尔的联合海战军事演习第二阶段 在10月12号到15号呢 是在孟加拉湾来举行 美国出动了像是包括卡尔文森号的航空母舰 还有两艘驱逐舰 另外包括像是日本、英国、印度呢 都派出了他们的这个舰艇 好 这次的军演是美英澳成立这个AUKUS 三方战略联盟以来呢 四方对话的国家 第一次的军事活动 我们特别想先请教一下基大使 您的观察 这个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 有没有特别值得关注的部分 我倒觉得他这一次的这个军演 因为这个军演大概也有差不多 是有很长一段历史 我记得1992好像开始 那时候主要是印度跟美国 后来拉过日本 然后慢慢又拉了这个 拉了这个一些国家 新加坡也被拉进去过 那后来就把澳洲拉进来 那本来都是说你是来当这个 特别邀请来参加这个演习 那现在就变成好像是四方会谈 这四个国家常态性的参加 那我觉得比较 比较让我觉得比较 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他一个演习要分两阶段 那么而且这两个阶段 这个等于说各有各的目的 那么第一阶段是八月多 是在这个菲律宾海附近 那比较靠近关岛那个地方 那基本上也没有进入到南海区域 他对美国最近参加几次的这个演习 是避离比较好 比如说东海 台海 南海 避得比较远的 那第一次避到菲律宾海去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一定印度 印度是比较难搞的 那么印度要跟你合作 也会让你合作的觉得 不是很愉快 我说就是说就其他人 就美国 美国绝对是把印度拉来 那你就到南海去一趟嘛 对不对或者你 你再胆子大一点 你走台湾海峡走一下嘛 印度大概敌死不从 所以跑到这个菲律宾海去了 那所以虽然维持了 四国的这个架构 可是呢我觉得还是避开敏感水域 那这一次为什么要拉回孟加拉湾呢 那就是说印度人还是要告诉你 基本上你跟我合作 不是你利用我 你们要支援我的这个 我的 你们也要哄我的草 但是因为印度从这个独立以后 就做了一个春秋大梦 它是什么春秋大梦 它是印度洋的霸权 印度洋是它的内海 还有这么一个大梦 所以呢所以它还搞一些 它国内说穿了 真的老百姓真的是 一穷二白的人非常多 还搞不但前提 还要搞航空母舰 这就是它的这个上层统治阶级 有这种大国梦 那么很脱离它基层现实 所以再怎么讲 巴巴尔你帮我拉到菲律宾 第二阶段你就要回到我的 孟加拉湾来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为什么 两战略两个阶段的 另外一方面美国这卡尔文森号 事实上这一趟出来嘛 也是这么跑了大老远 有四十年高龄的一个航空母舰 老航舰跑得这么一点 那说实话 那么在这一次几次演习以后 跟这个六国也好 跟这个演习也好 那再加入一个这一次的 这个马拉巴尔的演习 也是顺理成章啦 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联合军演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 比较有一点敏感性 可是实际说起来 有军队就是要演习的 那么联合演习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那你比如说这马拉巴尔 就有几十年的历史 那是不是他会真正形成 坚强的这个军事同盟 那或者在这个战时的时候 他会真正变成一个攻守同盟 我觉得距离那个阶段 还很远 不过现在看到联合军演 其实他的这个焦点 都是锁定在中国大陆啦 看得出来 那中国的央视呢 其实最近也播出了一个攻击十一 隐形无人机群 发射这个右耳弹 然后围攻两艘水面战舰的一个动画 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显示说四架攻击十一装中 有一架是在空中发射这个右耳弹 然后呢 随后敌舰对其中一架的这个无人机 发射对空飞弹 影片最后是显示 有六架攻击十一的这个围攻敌舰 发射出某一种光束 可能代表说有种电站的系统 或者是一种能量的武器 那他推出这样的一个影片 我想请教黄教授是 你怎么看是说 这两部动画影片 特别值得注意是他强调 他也是在秀他的这个肌肉吗 还是说他告诉这个美国 特别是美国 中国大陆已经有足以可以去跟他 匹敌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 对这个透过央视来播 他主要的是对外传达政治讯息 那同时也是一种认知作战 也就是在心理上面 去影响别国对于中国大陆 军事能力的判断 那么这个无人 引擎无人机 从这个海上平台 载台发射 其实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那么美国最先有 那么中国大陆这样演练 然后把它拍成影片来放 有可能是告诉美国 就是说你有的我也有 或者是你有的 我已经在开发了 那在什么时段以后 我会发扬战力 另外公布的这个 这个军演的这个所谓影片 基本上对台湾针对性就比较多了 你看通常我们看军事演习的话 第一个是看时间 有没有时机上面的问题 第二个地点 第三个范围 第四个参演兵力 前面都有以后到底规模有多大 第五个是课目 就是他演练什么东西 这要综合起来看 目前来说这个放的所谓 不管是在闽南海域 或者是东部战区 他演练的都跟攻台作战有关 只是他不能在台海附近来演习 这些演习你看地图的话 或电子地图 它距离大陆 就是边疆不远 就是你在画 有的时候图放小一点 你几乎画不太出来 可是他演习的课目 是未来如果要对台动武的时候 需要的这些作战演练 他有在做 那么我相信也是传达一个讯息 简单来说目前看起来 就是如果中共中央下令 要用军事手段的话 他们是有所准备的 包括那个ADIZ 我们今天不讨论 那些所有的运作的模式 他们一直在探索 比如说电阵机 那个反潜机 轰炸机 还有战斗机 它是用什么样的编队 怎么样的队形飞法 怎么样可以让轰炸机 可以在某一个位置 直接对美国的 在西太平洋的基地展开攻击 而且还可以回去 那这些都需要演练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些演练 也可以说 他在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就是他强调 他有这样的能力的 对 习近平说要贴近实战 那这段期间我们也看到 其实美国他们就是把这个铁穹 防止东风的这样的一个飞弹系统 然后美国陆京的确定是在关岛 要部署这个铁穹的防御系统 布老师你怎么看 他们这个目前的这个部署的一个计划 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主要是在防火箭弹 我虽然想像会跟东风有关系 他主要就在防火箭弹 那那个射程都是80到100公里 都是短程的啦 所以我认为应该 我们这个新闻写的不太正确 防得了吗 不可能啦 东风 而且东风有一些 下来的时候不一定是抛物线 他基本上还是只能够防抛物线 那个攻击11事实上有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啦 因为他是跟歼21D一起发表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针对水面上的作战舰 它事实上有两种打法 所以它是针对像包括最近的军演 这些国家的直接舰队 因为歼21D它可以射真诚飞弹嘛 可以射比较远嘛 那这个是无人机啊 而且它的无人机已经到了 美国MQ那个水平了啦 我当然不能说是9啦 可是它比美国的MQ要便宜非常多 是 它的成本 还有一个关键 这些无人机 需要使用卫星计数 对 通信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北斗3号 完全建成了以后 它的精确度 我们其他很多报道都已经说过了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是有那个条件可以做 只是它要去评估它的代价 对 政治上面经济上面的代价 我们不要看键盘的人怎么回复 而是要去想台湾最重要 要去想中央军委 它手上有这些能量以后 它准备怎么用 因为我看了一个报导啦 就是说攻击11 可能指挥系统可以距离它将近1000公里 那因为它比较便宜嘛 所以他们可能初期就会做到几百架 那那个所汇聚出来的作战能量 可能就不是台湾有评估过的 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 我们来看就是 这个英国的海军新航空母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 10月11号 他们是在新加坡停靠 那这个航母的打击群指挥官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说 最近他们做的综合检讨 凸显出这个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所以英国也来了 那现在我想请教杰大使 您怎么看 英国它虽然不是在亚洲国家 不过它现在 对于这个印太地区的介入 看起来是蛮有企图心的 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在两年以前 那个时候澳洲的访长 到英国访问的时候 当时双方英国跟澳洲 就一直在谈有关这个英国的舰艇 进驻澳洲的港口的事情 那所以这件事情它过去 有一段长时间的发展 所以英国不是前两天宣布了 两艘舰艇嘛 要比较长期的停靠在这个 东亚水域嘛 那其实不是 其实亚太水 其实应该就是它要以澳洲 为它的这个停跑 长期的停泊口 船不能到处乱跑 你今天这边打一打牙记 那边打打秋风不行 你要有一个home base 你的母港 那看起来母港 我想现在能愿意接纳的话 好像就是澳洲了 那所以这个顺水推舟 这一个系列前就看出来 其实AUKUS 在之前AUKUS 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有在发展 那英国的 当时宣布他们有舰队 要到亚太地区来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一个媒体访问一个 英国的一个很资深的战略家 他就说其实英国的这个整个举动 他说是一个gesture 是一个姿态 他并不能够表示 它是一个shift of strategy 意思就是说 不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转移 所以英国事实上做这些事情 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当时那位英国的战略学者 讲得很对 他还是姿态大于战略的移转 那你看他派来常驻的那两艘 舰艇也是盾位各方面 没有办法有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 那么那这个伊利莎白 这个航空母舰 它就是一个姿态 那这个姿态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对英国内部做的 因为英国内部现在大概老百姓 大概有一半人觉悟了 就是说原来脱欧是这样子的 没有什么意义 实质利益 而且造成我们内部很多的问题 那么可是呢 主张脱欧的这些人 现在还在台面上 就包括以这个现在的手 现在这个首相就是 那他一定要造成一种脱欧前后的 大英帝国是不同的 那中间有一个就跟这个伊利莎白号 这个航空母舰大有关联 所以这伊利莎白号 再怎么样漏水 再怎么样 借人家的F-35在上面起降 他也要跑这么一趟 而且不能来了没有什么亮点 所以他就一直一路一路 包括前两天这个六国的 他也是航空母舰 跟美国两个航空舰战船群在一起 那在英国可是振奋人心的一件大事啊 我们看起来就觉得他就是做一个姿态 可是在英国他有很强的 国内政治的那个价值存在